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雀花姐快乐家园 最近我院子里的芙蓉花开 哎呀真是美不胜收 每天看它很多回 早上是白色的花 中午就是粉红色的花 到下午的话呢就是霉红 到第二天就是紫红色 哎呀真是很美 很惊艳 我每天早上和每天下午呢 都会冲一杯芙蓉花茶喝 今天中午睡醒午觉以后呢 也冲来杯芙蓉花茶 在后院坐着喝茶 哎呀暖暖的尾风吹来 哎呀真是很舒服 劳动之余 有时我们也要放松自己 放松自己的心情 所以这几天我一直想做 这个芙蓉花酵素 终于把桶也清洗出来了 所以心动不如行动 放下茶杯 就过来开始采摘芙蓉花 你看这一颗就摘了一大盆 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昨天已经开花的粉红色的 有一种是前天开花的紫红色的 因为现在天气转凉 芙蓉花有时会有三天的花期 哎呀你看看 多漂亮的一大盆的芙蓉花 这是我前院的门口 前院的门口因为这里呢 当时他们设计的时候呢 就是设计的一些石子 它没有种花 这里灌溉系统呢 也倒不到这里 那后来呢 我只有种这个大红花 比较好 因为大红花比较粗生 而且它365天 几乎天天都开花 前院这里呢 前门口这里呢 我就种了三种品种的大红花 一种就是虫瓣的红色的大红花 现在正在摘这种呢 是粉红色的单瓣的 单瓣的也很漂亮 因为它开的时候呢 它的花是向上的 像一个小伞一样的 也非常的漂亮 这个窗前这一颗大红花呢 它像灯笼一样的 你看它花度不是很大 但是它很有韵味 有起风 尾风吹来 它微微摆动的时候 真的像一个小红灯笼 真的很喜欢 所以我有培育成功了一些 会种一个灯笼花 我叫它灯笼花 种一个色狗 每天有时劳动之余 辛苦之余 散花喝茶 休闲生活 也是逼不可少的 也是觉得很开心 你看下午这个暖阳之下摘些花 摘些花 做一些酵素 非常棒 酵素前一年我经常做 会做一些水果酵素啊 蔬菜酵素啊 还做一些 那个松针酵素 减肥肥效果非常好 但这几年呢 忙着种花 种菜 酵素没有做了 用今年这个花太多了 所以就想做一个 白花酵素 也不能说白花吧 三花酵素 你看又一盆 这一棵月季是我三个月前把它重新修剪了 你看现在已经有开花了 又再加几朵这个月季花 这个玫瑰花也是排毒养颜的 现在正在摘这一棵呢 是双色的大红花 橙色加这个大红色 双色的很神奇 树的一边是一棵树 树的一边是开橙色的 另外一边的枝是开大红色的 我每天看着它都觉得很开心 这个桶呢 是从朋友的饭店拿回来的 昨天已经把它彻底清洗 首先用洗洁精把它洗干净 反复把它擦一擦 擦干净 跟着用水把它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的时候呢 以后呢 一定要喷一点白醋 为什么喷白醋呢 白醋首先呢 它有去除这个移味的作用 就担心它酱料 酱料还会有味道流到这个桶里边 另外的话它杀菌 所以呢 把它喷了均匀的这个桶里边 还有桶盖都喷一些白醋 完了把它静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这样子 它这个桶就不会担心 它有酱料的味道 用这些酱料的桶的话 第一很经济环保 第二它很安全 我买了三种糖 两种糖三包 两包就是普通的红糖 是两磅 一包呢是叶子红糖 来做红球浆 小素 下一期我们再介绍 这一期呢就做 三花 芙蓉花 大红花 玫瑰花 酵素 做酵素的比例呢 是一比三 比十 一就是一份的糖 三就是三份的材料 就是你放的水果也好 花也好 菜类也好 那另外呢 水呢就是十份 没有关系 我也没有严格的去丈量它 如果你觉得它糖不够 发酵的不好 中途可以加一点糖 如果你觉得水太少了 中途也可以加点水 如果你觉得材料不够 你可以加多点材料 当然一开始不要加太满就好了 那这个紫红色的这个花 是早上在地下剪 剪的 带着露水 很干净 不用洗 就放到那边 你看我放了一个上午了 都已经 这一盆呢就是芙蓉花 刚刚摘的芙蓉花 把它放到这个桶里边 放进去以后呢 就把它搅拌一下 这一盆是刚刚摘的芙蓉花 大红花 还有月季玫瑰花 放进去以后呢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呢 如果不够水 可以再稍微加一点水 但是不要太满 因为发酵的时候 它需要一些空间 搅好以后呢 就把它盖起来 时不时的就想起来 把它搅拌一下 大概现在天气凉了 一个多月吧 可以发酵成功 好 如果对于我做的酵素 感兴趣的朋友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点 关注 请订阅 点赞 转发 谢谢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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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